大貨車行進路口才正要右轉 沒想到卻把執行的機車騎士給捲進車底 騎士連人帶車被右後輪捲入 場面觸目驚喜 真的就差那麼一點點 索性駕駛機是停下沒讓車輪輾過 受傷的騎士頸部撕裂傷和胸部挫傷 從一治療 這起事故發生在屏東離港 一次大貨車內輪差導致意外發生 大貨車是要轉彎到四層 所以那邊常會有死角 大貨車的 而在國道嘉義雪上路段 則是發生嚴重車禍 目前民眾的情熱記錄器拍下 他突然橫跨兩車道來到內側 再往前開 發現有人拋飛出車外 趴在地板上場面驚悚 駕駛怕後車沒有注意 會對傷者有二次傷害 把車停在車道上等警方來處理 他事後也頂聞 看到突然有人拋出來 只能打方向燈入內警戒 不知道傷者傷到哪 也不敢亂動 這是一名秋夕女駕駛行駛在國道上 但不知道怎麼開的 車子突然失控 自撞護欄 隨後90度扭轉打橫 車頭被撞爛 駕駛拋出車外 貪軟趴地 尚有呼吸心調 送以搶救 骨盆骨折已經送往加護病房 只是好端端的 為何突然失控自撞 仍有待進一步離親 記者後過文章春華 在一平東綜合報導